关心病患者如果不吃他听的药物加阿斯匹林偏信中药,两年之后会怎样呢? 朋友们好,我是心血管汤医生。 最近有一位关心病心脏支架术后的患者来门诊就诊。 患者两年前已经放置了两根心脏支架,最近又诉说心前驱疼痛不适,表现为典型的心脚痛症状。 心电图也有明显的心肌缺血,考虑患者的关心病再次加重,血管可能又出现了狭窄,于是收入住院进一步检查治疗。 结果发现,患者的血管再次出现了狭窄,病变较以前更加明显加重。 患者的血脂水平也比较高,他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已经达到了3.8毫模每升的水平。 通过追问患者的病史发现,患者自从两年前放过心脏支架后,很少按照医生的要求吃药, 根本没有吃心血管专科医生要求必须吃的他听力药物加阿斯匹林或者利比格雷。 而是自己找了中医,开了中药长期的治疗。 患者的结果很明确,经过两年的治疗,病情根本没有控制住,并且出现了严重的进展,需要再次置入支架治疗。 那么中药到底能否取代他听力药物加阿斯匹林等这些药物的治疗呢? 关心病患者单纯吃中药可以吗? 这也是很多患者经常想问的话题。 有人担心他听力等吸药具有一定的副作用,于是寻求中药的治疗。 其实,我们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 第一,目前所有的心血管防治指南都没有提倡单纯的中药治疗方案。 因为西药有明确的循证医学的证据,就是通过大型的临床患者数据进行对比后发现。 目前所用的他听力加阿斯匹林等抗血小板聚集,稳定斑块,预防血栓形成的方案,对很多患者有明确的治疗和预防效果。 但是,中药没有单纯的用药指南。 第二,需要明确的是,中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但并不是万能的。 目前,关心病支架置入术后的患者,国际公认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需要控制在1.4毫毛每升以下最佳。 而中药在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方面,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挖掘和研究。 血脂痕虽然可以降低血脂,但降脂的效果较弱,它的成分依然是他听类药物。 所以,迄今为止,他听类药物仍然是预防动脉周样硬化,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药物,不可能用中药来代替。 第三点,大家要知道的,中药同样具有副作用。 很多人认为中药比较平和,没有副作用。 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 是要三分读,有的中药甚至可以引起严重的副作用。 对于心脏支架置入,灌脉搭桥,严重的动脉周样硬化的患者,需要严格按照专科医生的要求,用他听类药物加阿斯匹林。 中药可以选用,起到相浮相成的作用,但最好不能舌本逐末,抛开西药单独选用中药治疗。 我是心血管唐医生,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儿,如果你有不同的观点,请您留言,咱们共同讨论。 欢迎您关注转发,朋友们下期再见。